泽连斯基忽然指责中国 既然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 那么现在必须承担起保护乌克兰的责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呢 这个事其实还是好说清楚的 不过呀 台独那边你可是要看好这场戏 想想你们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泽连斯基在接受中亚媒体采访的时候非常激动的表示 中国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中曾经承诺 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后将提供核保护 保障乌克兰国家安全 那么现在中国呢就必须承担起保护乌克兰的责任 这话说的简直是没头没脑的 这就是往咱们中国脑袋上扣屎盆子嘛 你包括现在传说了很久的什么 咱们中国为乌克兰那边承诺过 为乌克兰提供核保护 这完全就是子无需有的事情 不但说我们没有提出过这种承诺 这英美俄他都没有承诺过这个事 网上现在很多人不就炒作这个事吧 说中国为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 但是现在你看看管都不管了 说这些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的 大多数他就是坏 所以这件事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两点 第一就是布达佩斯备忘录他是怎么回事 第二就是我们中国到底给出了什么样的承诺 布达佩斯备忘录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外交国际条约 算是一个备忘录形式的一种协议 那么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该怎么处理这些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的一份关于解决这个事情的备忘录 1994年的时候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签署的 签署方这四个国家 英美俄乌 所以这个协议压根就没有我们什么事 安理会武偿的法国也没签署 而且在1994年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能去掺会了这种事情 另外在备忘录中 美国和英国他也压根没有提到过 为乌克兰提供核保护 而是说如果乌克兰被侵略 则寻求安理会采取迅速行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也就是说 英美承诺的他们不去核威胁乌克兰 而且也不是说给你去打起一个核保护伞 如果乌克兰你那边出事的话 那就是要在安理会层面给你解决问题 英美这就是虚晃一枪 连空投支票他都谈不上 最终还不是要甩火给联合国 也只有乌克兰他被忽悠权了 第二件事 我们有没有过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 我们承诺了什么呢 这有 我们虽然不是对布达佩斯被忘录的签署国 但是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我们1994年的12月7号就正式发表了 中国政府向乌克兰政府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 我们就明确表示了 支持乌克兰放弃核武 对乌克兰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表示赞赏 我们的承诺是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这当然也包括不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同时也呼吁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我们这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 坚持为乌克兰提供各种保护 那么我们作为当时的武偿之一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也是对乌克兰的一种保护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该怎么做 那也是有选择空间的 相应的安全保障 它既可以是直接的去介入 也可以是出面调停 或者是提供一些资源来解决这些事情 我们当然要根据我们国家自己的国家利益去出手 而不会被任何人去绑架 所以大家你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布达佩斯被忘录的原文 以及我们94年的声明的原文来看一看 那一看就非常的清楚了 泽连斯基说的他就是一个谎言 所以现在在网上炒作这些人 为什么说他们就基本上就是坏的 这东西他们自己能弄的明白 他都是在那给你带节奏 泽连斯基现在这么来搞 他真是急的是有点在那摆烂的发飙了 说明他们在军事上应该是比较被动了 泽连斯基他这么造谣泼脏水 而且也不排除背后美国看到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 故意制造舆论来污蔑中国 所以本质上这就是一场舆论战 台委那边你可是要看清楚这场戏是怎么回事 你去看看乌克兰什么下场 美国英国的根本就没有给乌克兰任何安全的承诺 更不会说为乌克兰出兵去打一当 台委还真的以为美国会为你们死美国人自己的人头吗 不过话也说回来 我是真的相信就是申律那帮台委 他真的还会有很多人他真信这东西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真信你就信下去吧 也不见得是坏事 对我们的统一大业来说 他不见得是坏事 对我说不是申律的账 我们的账 我们的账